先要了解一下狗狗打喷嚏的频率 一般来说 狗狗一天打几个喷嚏的话 我们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 如果说狗狗在一个小时出现几次打喷嚏的情况 并出现有流鼻涕 或者有眼睛的流鼻涕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注意狗狗是不是生病了 会不会是有一些呼吸道的感染 或者是鼻腔有其他的一些潜在性的疾病 狗狗持续性的打喷嚏的话 可以先根据狗狗的体重按剂量口服 喂食抗生素药物一天两次 如果还有咳嗽症状可以配合 喂食止咳平常的药物就可以解决 如果狗狗打喷嚏 流鼻涕情况比较严重 影响到食欲和精神 最好带到宠物医院进行诊断治疗